女盲人意外打了辆计程车,她未曾料到司机居然会是一个杀人魔头,本期的一个哥带来电影《盲症》。 这天晚上,颇具正义感的实习警察秀雅把自己成天四处鬼魂的弟弟从酒吧里逮了出来。 路上弟弟一直哀求他把手铐给打开,但秀雅说什么都不肯,两人推荡之余导致一场车祸的发生。 至此,弟弟和秀雅阴阳两隔,而他也因为这场车祸变得双眼失明,还因为行车不规范,令他失去了警察的身份。 他的内心也是无比的懊恼和自责。 浑浑噩噩的过去三年后,秀雅已经习惯了身处黑暗,而且长期以来的视觉丢失,甚至反而还活跃了他其他的器官,也得益于他曾经在警校里锻炼出来的敏感神经。 所以哪怕眼中没有一点光亮,他也能凭借着其他器官很好地感知,周遭的环境以及一切事物。 事实上,他有考虑到要回到警局,去当一名处在后勤的犯罪分析师,只不过这个要求却始终遭到了局长的拒绝。 原因倒不是因为他失明,相反他明日的感知能力,反而还能更好地适应这个岗位。 但只是因为三年前的那场车祸,他确实违反了许多警察条例,所以无论是在程序上还是情面上,他都已经没有资格再当一名警察了。 对此秀雅非常地难受,却也无能为力。 一天晚上,天上正下着庞陀大雨,秀雅也正在路边焦急地等待着计程车。 忽然有一辆车静止停在他的面前,秀雅还以为是计程车没有多想便上了车。 路上秀雅摸着坐垫,很快便摸出了这是真皮座椅。 但他也只是单纯地以为这是豪华计程车罢了。 除此之外,他还闻到了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他便轻声询问司机,上一名乘客是在医院里工作的医生吗? 听到这话司机显得有些惊讶,但语气中更多的还是紧张,只不过秀雅并没有察觉到他的异常。 紧接着,司机立马就拿出了一瓶咖啡,洋装好心地递给了秀雅,但是秀雅也只是结果并没有喝下。 司机见状连忙回头催促他快点喝下去,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没有注意到前方的路况,一不小心就把一个女人给装飞了。 然而缓过劲后都下了车,秀雅慌张地询问他是不是撞到了人。 司机猜到他是盲人,只是一脸无所谓地说,没什么,撞到条狗罢了。 说着还把那个女人放上了后备箱,但秀雅显然没有那么傻,刚刚他明明听到有玻璃破碎的声音。 多大的狗才可能把前窗撞碎啊,司机见他有所怀疑,便圆形毕露,恶狠狠地想把秀雅拉上车。 他毕竟不是吃素的,一套行鱼流水的擒拿就将司机瞬间制服了。 只不过在关键时刻,司机还是用尽吃奶的力气顶开了他,随后连忙顿逃。 之后秀雅立马来到警局报案,还把过程一无一时地告诉了警察。 他敢肯定那个司机肯定是撞到了人,可警察却只想草草结案,连调查都不想调查。 秀雅不禁感到了一阵心灰意冷,同一不回地离开了警局。 同一时刻,那个司机将被撞飞的女人抱到了一间屋子里,随后竟然对她醒起了苟且之事。 实际上除了她以外,屋子里还摆放着好几具女人的尸体,毫无疑问这个司机便是近期霸占新闻头条的女性连环失踪案的真凶。 第二天秀雅本来都不想追究昨晚的事了,可是忽然有个姓赵的警官找上了她的家门。 赵警官声称,昨晚确实有个女人失踪了,便请秀雅来到了局里协助调查。 她知道秀雅是个盲人,本来也就打算走个过场给上头看看。 但没想到秀雅居然凭借感官大致掌握了三条线索。 一,凶手开了辆豪华计程车,二,因为车上有消毒水味,所以室友八九,司机曾经载过医护人员。 三,因为司机把手表带在右手,所以她大概是个左撇子。 听到这些,赵警官瞬间就喜出望外,因为有这几条重要的线索,排查难度无疑会大大的降低,而自己升官的几率则会步步攀升。 但是她还没有高兴多久,就有一个年轻人来到了警局。 她表示自己是当天晚上的目击者,而且她还坚持认定,她亲眼见到,并不是一辆计程车,而是一辆进口的私家车。 而这样一来,她和秀雅的证词就有了出入,这样赵警官倍感头疼,她一时半会儿都不知道该相信谁才好。 不过她看鸡魁看上去吊耳朗当的,估计是有八九是来骗警方悬赏的。 最后她还是决定从秀雅提供的证词入手去调查。 在两人一同调查的一段时间里,又有一个女人遭遇司机的杀害,而她也已经盯上了秀雅和鸡魁。 她深知,这两个人的存在,必然会对自己造成威胁。 另一边,秀雅和赵警官在查了数日无果后,正想暂时放弃。 但正巧这个晚上,坐在车上的秀雅听到了车窗有阵风阻声。 她立马就回想起来,当时在司机的车上也曾经听过这种声音。 没钱又很懂车的赵警官听闻,立马就手舞足蹈地解释了一番,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先备车特有的一种情况。 但很快她也愣住了,因为她也知道计程车压根就没有先备试的。 这下两个人都发现了问题所在,所以当时那个叫鸡魁的少年证词肯定是没有错的。 于是赵警官立马就打了鸡魁的电话,想要深入调查,却发现怎么也打不通了。 但其实她殊不知鸡魁已经被司机给追杀到自家的门口了。 但最后好在她头上,也只是挨了一板砖,经过一番抢救,生命并无大碍。 她卧床昏迷的这段时间里,秀雅都在亲自地照顾她,因为她似乎从鸡魁的身上嗅到了自己死去弟弟的味道。 本以为等她醒来,安晴会有所突破。 可知道她苏醒,赵警官愣是没有问出一点有用的线索,只不过秀雅和她都知道,鸡魁现在的处境极其危险。 若是司机知道她没有死,肯定还会来追杀她的。 可鸡魁压根不听两人的劝告,头上的伤还没有痊愈,便执意要离开医院。 秀雅对此也无计可施,毕竟自己也算不上她的什么人,更没有资格命令她做什么。 当晚秀雅正在乘坐地铁回家,可路上却被司机给尾随了。 见实际一到,她还利用一把手术刀挟持着秀雅,往人少的出站口走。 关键时刻,秀雅用防狼喷雾挣脱了束缚,可到底还是被司机给追上了。 她还娴熟地给秀雅注射了一管麻药,剂量把控得相当到位,秀雅当场就昏迷了。 但好在她的导盲犬英勇无比,见主人生死攸关,她便死死地咬住了司机的身体, 最后秀雅虽然坐在电梯上得救了,可导盲犬却被司机一刀一刀戳断了生命之线。 而司机在公共场合行凶这一行为也毫无疑问地直接惊动了警方高层。 他们派出大量警力去调查,最后他们发现,秀雅体内被注入的麻醉剂只有医护人员才能够拿到。 所以警方有理由怀疑,那个司机是一名在职的医生。 而这也跟秀雅当时的证词一一对应。 根据这条完整的证据链,赵警官率先出动,她很快就追查到了嫌疑人所使用的车辆,并且还恰巧撞见了司机本人。 赵警官没有想到的是,其实他已经早就从铺天盖地的新闻中得知,警察在调查自己了,最后在赵警官猝不及防之下,他被司机一刀戳进了要害,当场殉职。 事后狡猾的司机还利用赵警官的手机发了条短信给秀雅和鸡魁两人,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他们的具体位置。 最终三个人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结局司机被反杀而告终。 而这一起特大的连环杀人案也得以告破,当两人从这招案件中走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一年以后了。 那个时候的秀雅已经如愿重新成为了一名警察,而鸡魁受到秀雅的影响,也决心要考入警校,将来为人民服务。 我的前方空洞无光,耳边响起了嚎叫令我发慌,我迫切地找寻这世间药方,可重见天日后的眼前,还是一片乌脏,直到这时我才顿悟,原来这世界本就暗淡无光,又怎能祈求看见真正的曙光呢? 那么今天到这儿啦,我是立哥,约左灯展,照亮地心。